王一博,大张伟说很多人托自己要王一博签名,但这件事不好开口。 正在热播的电视综艺中,大张伟说,比如说,很多人托我要王一博签名, 然后让我真的很难去跟王一博说你跟我签个名, 这件事很难开口的就是王一博的人和家没那么好找吧,但是我肯定会去。 同为天天兄弟的大老师,经常被别人要邀帝王一博的签名。 很多人会托自己要王一博的签名,但是大张伟老师自己都会拒绝, 因为这不好开口,而且很可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。 以大老师跟王一博的关系,要一张签名照不难。 怕就怕开了个头,别人都觉得签个名没什么难的,没完没了,不好收场。 大老师是个有分寸的好朋友。 看到大老师这么说,真的很能体会他的心情。 如果是我也开不了口啊,谁不想要王一博的签签呢? 王一博这人气真火啊,签名难得的, 我拿着爱的号码牌等了三年了,都2022年了, 是谁还没有王一博签名,是我。 大明星的签名,谁不想要呢? 所以嘛,我要是有大张伟联系方式, 我也找他要王一博签名。 谁不想要这么帅气的王一博亲签啊, 就是想想就败了, 库葛在剧组也羡布着, 他的电视作品花絮舞蹈看看也是不错的。 这两年的王一博签名真的是越来越难得到了。 摩托姐姐越来越多, 还是希望能多点机会呀。 每个人都会怎么通过这里, 中国 HyperPune, 不是说不错的CMT用戴吗? 是为呢? 在我再舍 SMT用戴吗?